我身旁的这些池子里面全部都是黄鱼 我现在是在侠谱 侠谱是黄鱼之乡 然后我现在是在东海上的黄鱼养殖基地 圈养在这个海区养殖的 体验一下去喂鱼 一天喂一次 就是喂这种杂鱼 全部在这个口味 然后整个池子的鱼都游过来吗 要不要跟我一起体验捞鱼 老板让我随便捞捞一点都处理好了 带回补田去煮给你们吃 下午要带着我的战利品回家 下午是回来了 子是处理好的 已经上了盐就很方便去煮了 因为我们这海边人是吃挂的 这个海鱼嘴比较雕 但是侠谱的这个还是养在海区里的 没有什么土腥味 所以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还蛮喜欢吃的 那我今天就教你们做三个菜咯 那我去做一下 放进去煎 已经煎好了 我们炒一下那个料 这个姜放上来 现在放五花肉 下来煸 干贝跟虾肉给它倒进来 米差不多凄凉吧 一斤二的水 因为这个鱼呢本身是带有一些咸味的 所以只要加点盐就好了 切好的包菜倒到这个高压锅里面 煎好的鱼直接倒上来就可以了 这个饭呢要煮多长时间 当这个高压锅上气的时候 上气五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鱼给它改刀一下 我拿到蒸虾里面去蒸八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是提前炖的羊肉 直接倒进来 放几颗枸杞 加一点葱花可以起锅咯 这个黄鱼饭很香 但是如果是小朋友吃的话 还是要看还是会有刺 但是它这种刺不会扎冷 很软 吃起来很鲜 很细嫩 这个肉吃起来真的很嫩 就我平时在家里 我们家一人是要吃一条的 哇真的很好吃 就很简单这几种方法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工作人员也要一起进来吃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